英国前首相瞧不起北约新秘书长 认为他能力不行 无法让中国妥协 大家好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威格协认了 将由荷兰前首相吕特接替他的位置 让吕特没想到的是 英国人第一时间就给他送来了一份大礼 让吕特有点下不来台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最近就承认 自己担任英国首相期间 曾经有入侵荷兰的想法 当时甚至还召集了英国武装部队的高级官员 要求军方采取行动 并认真考虑拟定了这个入侵的计划 于是当时十分紧张 之所以英国打算这么做 是因为疫情期间 英国国内疫苗供应短缺 让约翰逊压力山大 加上当时英国已经脱欧了 失去了欧盟疫苗分配的资格 所以在请求欧盟援助不成之后 约翰逊恶向胆变身 打算动用武力抢劫荷兰的疫苗 虽然和约翰逊共事过的英国官员 否认了这个计划的存在 认为约翰逊是为了给他自己 即将发售的新书添加猛料 但是当初新冠疫情爆发之时 欧洲各国也确实上演过花式抢口罩 揭留他国医疗物资的戏码 最关键的是 英国本身就是靠当海盗抢劫起家的 在抢劫这方面 比其他国家那是更有胆量和经验 所以到底约翰逊是开玩笑 还是犯罪未遂 怎么看就要因人而异了 对不来讲吧 约翰逊现在作为一个英国前首相 却要靠写书演讲来赚钱 但是吕特却是货真价实的北约秘书长 代表着北约的颜面 而约翰逊现在却对着全世界说 自己曾经想入侵这个北约秘书长的老家荷兰 包括在吕特担任荷兰首相期间 约翰逊就想入侵这个国家 也是认为吕特十分的软弱 在约翰逊看来 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担任北约秘书长的 北约现在主张对俄罗斯展现强硬 对中国展现强硬 约翰逊显然是觉得吕特是办不到这一点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约翰逊的确十分痛恨吕特 毕竟他自己曾经对俄罗斯的态度 可以说比吕特那是强硬多了 俄罗斯人甚至说出了一旦与北约开战 第一个就要和报伦敦的话 可见俄罗斯是有多么厌恶英国人了 所以不当首相之后 约翰逊对北约秘书长的职位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认为自己的表现足以担任这一职务 但是约翰逊他表现在多也不如美国的一句话 吕特那是被拜登亲自推荐的人 所以潜意识里约翰逊也会认为是吕特抢走了他自己的饭碗 而且还是走后门的那种行为 对俄罗斯强硬无法让美国看中 那么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中国了 比如美国想要限制对中国出口光刻机 这方面荷兰的作用显然那是大于英国的 美国也愿意给荷兰一点甜头 告诉荷兰人只要能继续跟着美国那就有肉吃 难怕在约翰逊看来美国推荐的人能力不如自己 但是美国只注重自己的利益 哪还管那么多呢 这些年很多西方政客都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为了讨好美国 这些人也都是清楚的认识到拍马屁的作用 比自身的能力那可是重要的多了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